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哲学没有一个范畴是抽象的 它都是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 所以它的每一个原理 你只有到它的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批判里面 才能找到它的意义 才能发现它的含义 那么这样呢 由于这样一个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的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这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 和它的研究范畴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呢 我们可以把它开关为三个层面 开关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呢 就是从哲学的思维方式的高度 来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 这是马克思反复强调的 这是马克思反复强调的 就是说马克思为什么要强调 这个自我意识强调什么 他就认为如果你去研究现实的问题的人 你没有一个哲学的头脑 你没有一种哲学的自我意识概念 那么你是不能够批判现实的 那你就和宗教没有什么区别了 没有什么区别了 所以真正的哲学它的理性一定是要上升为 对现成世界的批判哲学它有理性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本体论和认识 这是任何夺不走的领域 实际上不是说马克思不关心本体论和认识 而是说他非常的强调这个本体论论论 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 由于他哲学有这样一个层面内容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后的发展当中 以后的发展当中 可以不断地和现代其他哲学 发生一种融合的关系 发生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比方说这个存在主义 它就要借鉴马克思主义 包括法国的很多结构主义 不管它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它都要借鉴马克思的这个 它的本体论论论论的内容 特别是关于它的很多 比方说它的结构思维结构的一些思想 它们都会借鉴的 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也可以借鉴存在主义 现象学各种各样的观点 来丰富自己的这样一个 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 所以马克思哲学刚好是在 它的第一个层面上 也就是基础性的本体论和层面上 打通了和西方哲学之间的 各种现代哲学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可以和新的哲学思潮 发生这个融合 既发生碰撞 同时也发生融合 然后来丰富自己 这是它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第二个层面的内容呢 就是从一般历史理论的层面 来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 这就是我们说的 它要研究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研究人类的未来 它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空洞的 这样抽象的这样一个本体论和认识的 这样一个构造上 它同时要对人类历史理论进行研究 在这个层面上 它虽然要吸收 虽然要吸收当时的这个历史理论的很多特点 但是呢 一般的来说 它要叙述自己的历史理论 建构自己的历史理论的时候 它一定要从这个 把这个历史成果 包括政治批判 政治哲学 历史哲学吸收的成果 上升为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通过改造 然后形成自己的历史理论 所以它不是说 我直接这三个层面是并列的 它有一个上升到 自己的这个本体论和认识论 然后再进行这个 重新建构自己的历史理论的 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它的第二个层面的 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第三个层面的内容呢 也就是从具体的社会形态上 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 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 社会主义运动规律 这是也就是说 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 社会形态的建构 那么这就有了一个 社会形态的变化 社会形态 就是包括它的社会形态理论 从这个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 到现代以及到未来形态的 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那么在这个三个层面上的理论当中呢 可以说我们这是做的一种哲学的抽象 其实在马克思哲学层面上呢 可以说这三个层面你同时都可以展开研究 但是你在无论研究哪个层面的时候 你都不能够仅仅局限在这个层面 你同时要打开他对其他层面研究的内容 比方说我要研究马克思的本体能和论识能 那么我不能说我只读他的博士论文 一些最具有表述这个哲学的这样一些论文 我同时要研究他的什么呢 要研究他对资本主义 比方说要研究资本论 《一八四眼经济学》手稿里面 他的这样一些哲学思想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不能够把它完全的分离开来 你可以着重一个层面来研究 但是你在研究的时候 你不能不顾及其他的这样一些资料 包括他的这个历史维吾主义 同样的你在研究这个具体的历史维吾主义理论 具体的社会形态问题的时候 你不能忘却了他的本体能和论识能 实际上他应该以这个本体能和论识能为根基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 他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危机 就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维吾主义理论的时候 强调他的这个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 他忘却了他的本体能和论识能 那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哲学啊 任何一门哲学 你要成其为哲学 你就必须有自己的本体能和论识 当你已经失去了这个本体能和论识能的时候 他所产生的别人就认为你没有哲学 所以当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场危机运动 哲学危机运动 在这个哲学危机当中 很多哲学家就提出来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有他自己的哲学 那么我们就用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来弥补马克思主义哲学 或者说我们用马克思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样一个补充说呢 当时受到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冲击 有人说那么我们就应该什么 回到马克思去重建他自身的这样一个哲学本体论 所以在十九世纪末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走出他自身的哲学危机 就提出了马克思是哲学这样一个口号 马克思主义是哲学 而不是政治经济学 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只是它的一个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本质就是哲学 所以在整个西方哲学 在整个二十世纪经历了一个 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重建 这一个在西方它是很明显的 就明确地提出来 这个科尔斯 明确提出来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要求重建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在东方我们也看到 提出自然本体论 包括在中国 中国最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 就直传播历史唯物主义 后来瞿秋白到了苏联以后 就发现 这个正是仅仅讲历史唯物主义 不讲本体论和论识 倒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 就是说你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根 你没有这个宇宙论之根 所以他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带回来说 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这样一个缺陷 就是你只讲历史唯物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历史理论 而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哲学形态 你把它放在一种哲学形态 那么你就可以穿透它的这个死学 马克思的死学理论 它就会形成死学 形成这个革命史 然后重写中国的历史 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 经过这样一个变化呢 你是不可能重写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瞿秋白就提出来 要重新建立马克思的宇宙论 宇宙论 我们现在看起来 好像他很多都是这个 很成 就是说是很旧的 就是从苏联搬过来的 但是他对于中国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传播和建构 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自身的特点 却起了很重要的 这样一个过渡性的 这样一个意义 过渡性的这意义 所以我们在 我就讲 就是我们在理解 马克思哲学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 这三个方面的特点 我们可以展开不同的研究 但是呢 我们要把握它的 这样一个特点 把握它的特点 讲第四个问题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史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史的特点 我们前面讲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的这个 内部传统的形成 讲了它和西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 通过讲它和西方 马克思主义哲学 同意和差异 我们知道了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现在我们讲的呢 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史 它具有什么特点 它的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 那么它的哲学发展史 和西方哲学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刚才我们在开阔的时候 我们讲了 马克思哲学 因为它和西方哲学的 不同特点 所以它有三个层面的 三个层面的问题 三个层面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我们可以说 马克思哲学始终是在 普遍性和特殊性的 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发展起来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呢 它实际上存在着三层关系 三层关系 那么第一个关系呢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 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关系当中 它的普遍性表现为什么 它的普遍性表现为什么 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普遍性表现为一种 时代的普遍性 它们都是时代哲学 回答的同样的 都是时代的问题 都是时代的问题 比方说马克思和新康德主义 它们那个时代 所表达的 虽然它们的表达形式不一样 它们的思路不一样 但是呢 它们所要表达的 建构的是同样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探讨什么呢 实践理性的问题 实践理性的问题 所以这样呢 就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前近代哲学呢 它是不同的 所以它反映了 它时代变化 同时同样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发展不同阶段上 它的问题呢 也和现代哲学的问题 它是同一的 这个现象学 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 它们研究的共同问题是什么 都是关心人的生活世界的问题 关心人的生活世界的问题 所以它随着哲学的转型 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它总是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 表现为一种时代的同步性 同步性 这就是它的这个时代性 它的特殊性表现为什么呢 它和非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 它总是以它自身的 不同的方式 来解答时代问题 解答时代问题 所以这是反映了 它们的这个普遍性 和特殊性的第一个层面 那么第二个层面 就是它的民族性问题 那么民族性问题呢 主要是讲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它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它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的问题 这一个呢 是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自身的发展 自身的发展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讲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讲第一次讲 前面讲的时候 就已经讲了 第一开始介绍的时候 就是马克思哲学 它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普遍性 它的普遍性 那么它的这样一个普遍性 是通过世界和各民族文化 来表现出的 我们所说的 它是整体的一种普遍性 所以它自身的发展特点 决定了它的普遍性 一定要和其他的民族文化相结合 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自己 恩克斯他们自己反复的表述 他说这样一个 和各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这个过程呢 刚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自身反教条化的过程 马克思认为 整个的哲学就是在反 就是反教条化 就是哲学要不断地打破它的教条 打破它的僵化 而走向一个活生生的 这样一个世界 那么这一个呢 不仅仅是对这个西方哲学 对于近代哲学而言的 它对自身也具有批判性 也有一个反教条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样呢 就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什么 它和各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打破自身教条 走向一种重新开放和创造的 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个层面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就是它的普遍性的本质 也就是它的世界化的本质 普遍性的本质呢 是一种普遍性 是一种普遍性 而它在各民族的发展 各民族的发展 相对于它的普遍本质而言 它表现为一种特殊性 表现为特殊性 那么这样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它表现为什么呢 我们不能够把它做一个机械的理解 一边是普遍 一边是特殊 好像一方面是普遍 一方面是特殊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最好用现象学的方法去理解 所有的普遍体系 所有的普遍 它的普遍性 是中国各种特殊呈现出来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特殊 都是这个普遍的一种体现 按照这个 也可以说是以本万书 就是有一个本 各种各样的形态 来展示它的这样一个整体性 所以这就是它的第二层次的 这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第三个呢 是它的个性化特征 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其他的哲学是一样的 它有自己的传统 它有自己的传统 每个思想家都只能在它的思想传统里面 进行创造 比方说中国马克思主义 它只能在它的传统里面走 形成这个传统 然后在这个传统里面走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 它也有它的传统 但是呢 这并不否认在同一个传统 或者同一个时代 有哲学家个性的创造 哲学家个性的创造 比方说 在这个西方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这样一个传统中 我们就仅法兰克学派来说 它的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 都是不同的 同样的 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每个人也有自身的 这样一个思想创造 都是富有个性特征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际上它的丰富性 它的创造性 正是通过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 个人思想所体现出来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 表现为一种普遍性 而马克思主义 个体哲学家的思想 表现为特殊性 在这个里面呢 每一个特殊性呢 它都展示了 展示了这个本质的 一种丰富性 丰富性和开放性 所以我们在这个 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史的特点的时候啊 就应该把握 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并且从这三个层面上 来把握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下面呢 我们要通过分析一下 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啊 它的不同阶段的发展 来说明这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实现 以及它在不同时期的 这样一个风貌 这样一个风貌 也就是我们讲的第五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呢 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的历史阶段 历史阶段 我们把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 也是到21世纪初啊 到21世纪初 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其实从形态上可以分为 大致三个阶段 但是我们把它分细一点 可以分到五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 是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时期 它的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 无产阶级革命而展开的 就是它的哲学研究啊 是围绕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无产阶级革命而展开的 那么这个自由资本的时代 是什么特点 自由资本的时代是什么特点 我们说自由资本的时代啊 它刚好是资本主义啊 生产力高度发 生产力刚刚兴起发展的时期 它的政治经济和这个国家形势 是不平衡的 比方说它在经济上啊 就是市民社会的兴起 一方面呢 是市民社会的兴起 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它的在国家形势上啊 是政治国家 就是说还没有形成 马克思所说的自由 没有马克思所说的 形成的现代国家 就是它还没有到达 这个现代国家概念 也就是说在政治上 在政治上 它是一个封建的 那么在经济上呢 新兴的这个经济 市场经济啊 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呢 已经发展起来了 所以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它是一个非常的不平衡的 这样一个阶段 可以说是在政治上从封建的社会 像这个 现代国家的一个过渡阶段 现代国家 那马克思说的现代国家什么 就是资本主义的国家 也就是民主国家 建立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它是通过法律 就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建立起来的 而不是通过什么 一个君主制 不是通过一种君主制啊 不是那种君主制 用一个国王啊 什么这样的形式来 来这个掌握这个政权 使这个经济服从于所有的东西 把政治作为轴心 它是把政治作为轴心 那么这个现代国家呢 它是以法的形式建立起来的 它是以法律的形式建立起来的 就是然后呢 也就是现代国家 它通过法建立起来 然后呢 同时呢 它是什么 作为资产阶级国家 和你 因为你这个市民社会什么 要求自由贸易 要求平等自由 所以它一定是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巩固它 所以这样的间谍的相对完整形式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个呢 就是说 所以马克思的批判对象 对于国家的批判 对于国家过渡的 这个 它是不一样的 包括这个无产阶级革命 它针对的对象是什么 针对的对象是什么 这个要明确 你不能把它和 这个后面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史的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 它的这样一个以后的这样一个发展 把它搞混了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呢 马克思的很多思想 包括这个暴力革命 很多这样一个结论啊 都是基于对这个 当时的这个经济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 这样一个尖锐矛盾里面提出来的 提出来的 包括它对这个很多 包括这个资本积累的联结 很多问题啊 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创造点提出来的